一步填进去 去做更大的船 现在船大到什么程度 叫马六甲机 全世界不需要几艘航空 这个集装箱船就够了 全世界的货运就够了 什么叫马六甲机 就是船大到刚好能够通过马六甲海峡 所以船运公司承担了极高的财务负担 财务负担到什么程度 过去的船员 当海员 轮船靠岸的时候 还可以有两天时间 在岸上的酒吧集院里盘缓一阵 但是今天永没那个事了 一艘集装箱船靠岸之后 是边装货边卸货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全部作业完成 船必须走人 为什么 因为这艘大船 全部借的是银行的钱 一个小时耽误的利息成本就吓人 根本负担不起 所以集装箱的创始人最后下场在商业上是破产 你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孤立的故事 同样的故事出现在飞机行业 1902年 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 你想那是一个多么大的创新 人类第一次把那个铁家伙弄到天上去了 刚开始第一代是木头的 但是毕竟上天了 莱特兄弟伟大的创造 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投资人 陈总 你们都在 如果你在1902年 遇到了莱特兄弟的飞机 我相信大多数资本家 一定会欢呼 伟大的投资机会 但是怎么样 巴菲特 告诉我们 一百年的航空业 没有挣过一毛钱 所以巴菲特在一次会议上他讲过 他说如果我生活在1902年 我在莱特兄弟起飞的现场 他试飞小英号飞机的那个现场 我会为后来的资本家 掏枪把这两个家伙给毙掉的 我不让他飞啊 这对资本是罪恶 不挣钱嘛 航空业不挣钱 各位 我听过航空业一个老板 开的一个玩笑 说想让人类永生 非常简单 就让航空公司 兼营火葬场 于是火葬场都不挣钱 因为没有人死嘛 航空公司是像一个 诅咒一样的不挣钱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内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规律 连线型的生意 你要不断地把利润投入到更新的飞机 更新的基础设施的追逐当中 从长远看 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波动非常大 这叫追不上 所以三个词 进不去 守不住 跟不上 这就是连线型生意 我不看好的原因 2016年 不管欧托打成什么样 那是大公司的事 他们已经进入到时间之门 那是成为 是 王兴 是姚金波的舞台 但是我建议所有的创业者 不要再想 我来写几行代码 构建一个平台 让那些傻叉来给我干活 然后我去敲钟 我去上市 那种好事 再也不会有了 至少在可见的时间窗口里 不会再有了 2015年 结束 2016年 给我们洞开的窗口 是 不去连线 而是去造点 今天来说这番话 好像在灭创业者的志气 因为大量的创业者 他的商业规划 写的都是去连线 但是我想提醒各位 我们人类这一带的商业史上 有一个伟大的存在 这个伟大的存在 现在我们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它 叫房间里的大象 这个词是有专门的含义的 就是房间里有一头大象 但是所有的人就好像没看见它一样 都当它不存在 我说的这头大象 就是苹果 我们在谈互联网创业的时候 往往我们谈到的都是什么 谷歌呀 Facebook这样的公司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苹果公司的市值 即使现在跌跌跌跌跌 也是后面几家的总和还不止 真正这一代最伟大的公司 是苹果 可是苹果公司的逻辑 为什么我们把它当作 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呢 因为它不符合我们中国人 现在流行的那些互联网思维 苹果公司 这头大象我们面对它的时候 会有两个问题在追问我们 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 一定要不惜代价地追求市场份额吗 一定需要通过补贴来追求那个东西吗 为什么就不可以争高额的利润呢 苹果公司的利润是多少 它的市场份额 大概是15%到20% 在手机市场上 但是它的利润 基本上是市场的80%到90% 都被这家公司拿走 它不追求市场份额 它追逐当下的利润 这是苹果的一个逻辑 还有 一定要找到产品之外的盈利方式吗 为什么一定要构建一个庞大的帝国 一定要连成一大片线 一定要铺一张网 一定要网络无数的用户 然后当前不赚钱 然后我们想一个大的 以后通过其他的业务再来挣钱呢 苹果的模式 在反问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创业者 这一代对互联网生意模式 极其感兴趣的人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 中国最像苹果的公司 谁啊 有人说是华为 要依我说不是 是老干妈 这位桃花碧女士 据说不认字 认不认字我不知道 肯定文化程度并不高 坐拥据说是70个亿的家产 不上市 一瓶一瓶辣椒酱 挣我们的钱 他要的是每一瓶的利润 人家没有连线 没有一个大的企业 但实际上这是一家极其健康的企业 据说老人家已经倔到了 绝不上市的程度 有当地的政府官员 劝他去上市 他的回答是 资本市场都是骗钱的 要钱没有 老娘我要命一条 这是桃花碧的回答 虽然我并不主张大家去学习它 我觉得跟资本市场结缘 是这个时代创业者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的存在方式 一种类似于苹果那样倔强的存在方式 我就是要每一单的利润 我不去构建连线 我要去做一个点 我进货 我加工 我溢价 我卖出 我挣得利润 这是最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最健康的商业模式 2016年这样的模式 我判断会回归 当然 你可能会说 这不就是保守吗 这不是视互联网不在吗 有无物吗 错 我所谓的2016年是点的机会 恰恰不是 爆残首缺的机会 我所谓的点 是这位老人家提示给我们的点 楚石剑 他做的楚城 请问什么时候 他老人家互联网思维了 你见过一家叫楚城的互联网站吗 有一家叫楚城的APP吗 没有 老人家就是种橙子而已嘛 漫山遍野 果树生长 春华秋石 然后卖掉 然后挣钱 多么古老的生意啊 但是你在这个点上 可以发现什么呢 发现他其实什么都没有耽误 他至少做到了三件事 第一件 这利用了全新的基础设施 各位知道吗 今年在电商界 有一场争夺大战 就是争夺楚城 当这场争夺大战 硝烟未定的时候 很多电商 就是做生鲜电商的朋友 悲愤地问出了一句话 说他妈的难道中国市场上就没有一个楚城之外的 可以作为爆款的生鲜的水果吗 答案是 真他妈没有 就这一款 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人家用了呀 第二 他改变了自己的成本结构 老爷子种橙子和原来的果农种橙子 已经不是一种橙子了 他的营销费用 但成本结构跟原来也不太一样 第三 他打开了新的交易入口 老人家是什么 楚石剑老先生 IP嘛 一个罗永浩氏的存在嘛 是一个交易入口嘛 当你的朋友在年末的时候 送你一项楚城的时候 他意味着一种老而不服输 跌倒了还能站起来 尤其不是自己跌倒 是被人踹倒的 还能站起来 这是一种鼓励嘛 这是一个社交货币嘛 你买到的楚城 他在跟你社交嘛 新的交易入口 一个老人家 没有满口互联网思维 不喝什么3W咖啡 车库咖啡 也不去吃刁爷牛腩 人家不照样是互联网时代的点吗 所以我说的点 的机会恰恰不是爆餐首缺的机会 是利用了全新的基础设施的 下一代点的机会 反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雷军的小米 小米很好 雷军先生会有自己的规划 我相信他能成功 但是我总以为 雷军先生在明年应该做一件小小的尝试 就是卖一个稍微贵一点的手机 贵到有尊严的利润的手机 然后尝试一下华为式的道路 很多人在说华为技术就是强 小米就是会营销 我不同意 雷军这样的公司不可能在技术上没有追逐 也不可能在技术上没有储备 是策略不同 我觉得小米公司一定会做出一款贵一点 值得整个市场尊敬 让大家愿意掏更多的钱 哪怕它不叫小米呢 我们在开策略会的时候想一想 如果雷军卖给我们一款很贵的手机 挣到有尊严的利润 它应该是什么呢 我后来觉得就叫雷米好了 我们公司的设计师 为雷米设计了商标 我最喜欢这一个 这是把小米那个米倒过来 变成了雷 很妙吧 雷米这款手机 罗基思维公司注册了全部的商标和知识产权 如果雷军先生看了我们的跨年演讲 他表示很喜欢 我们会送给他 我们将帮助小米公司 进行一次有趣的商业实验 一家苹果式的公司 点的逻辑和线的逻辑 会不会在雷军先生的统领下 同时并驾齐驱 我们这家公司 罗基思维 很年轻 很弱小 我们从去年五月份刚刚注册 到现在 一年多 真的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激动 但是我知道在座的各位 所有买了票来的 你们多多少少都在罗基思维的店铺里 买过一些东西 我们的商业成长 有各位的帮助 其实你说听一个胖子 每天胡扯 有什么必要 非得买他推荐的东西 我知道 你们买东西都有一份信任 或者有一份支持在内 敏感于五内 我们从去年五月份开始 顶住巨大的舆论压